白衣人球棒狂砸 22號凌晨4點 大膽床里長辦公室 下描兩名黑衣人 喘機器衝下車大爆燈籠 狂開鐵拳門 噼哩啪啦一陣敲爆發出 驚天巨響 落跑前再送一桶橘漆 血憤怒噴完一波後 揚長而去 跳機車 鞭炮聲 然後它的車就很大聲 在一間可以看到它像後面有 很多就A4紙那一種 然後上面還有印東西 豬爐舟這個好怕的 是爐舟耶 自然從爐舟仁岸界 一路逃窜 三小時內解散光光 甚至八歲主賢 一人開著適安車輛閒晃 在城泰街被警方逮捕 車內搜出作案工具 事後攻撐 因為跟里長老公有債務糾紛 是來要債的 我們沒有欠人家錢 可能是我做事比較積極 造成黎明的不高興 里長老公2007年 曾因為債務問題 持污資冲鋒槍及短槍 朝欠債人開槍 兩人中彈 自己也被榴彈打到 年輕的時候不懂事嘛 很多年輕人都不懂事啊 我這邊出出陸陸的人 可能就是朋友帶來 我們也不認識 可能他們就借我老公的名字 公訴內容 交代不輕 尚有諸多疑點 將於訓後 依妨害秩序罪 移送偵辦 究竟是黎明看不慣里長作風 找麻煩 還是誰狠 甚有不能說的秘密 警方得好好查清楚 才能讓爐舟地區的民眾 安心生活 只有中山雲才深層報道